各位朋友大家好,阿富汗的局勢真的是非常令人痛心 只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阿富汗就從文明社會的邊緣地帶 一下子被拖到了中世紀的黑暗野蠻之中 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快了,真的是讓人覺得非常痛心 尤其痛心的是阿富汗的那些婦女兒童 婦女重新要遭受奴役 而兒童從小就要開始接受愚民的洗腦 接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那一套垃圾的東西 非常令人痛心,而這種狀況一旦開始了之後 可能還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樂觀的估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那極有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所以很令人痛心,事態發展到這一步 我們現在不禁要問一問這個到底出錯出在哪裡了 到底是哪一些人犯錯了,到底是犯了一些什麼樣的錯誤 而我們今後全世界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 包括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內,應當從這些錯誤當中 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這是我今天這期節目的主題,先來講一講到底哪些人犯錯誤了 那麼第一,首先肯定是阿富汗的普通老百姓犯錯誤了 這三千八百萬人如果是他們不犯錯誤 如果是他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面 如果是他們一直在向著文明的進步的方向前進的話 那麼塔利班憑著他那麼幾萬的游擊隊 那個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們不可能統治這麼大一個國家的 阿富汗的老百姓肯定是支持了 至少是容忍了塔利班 所以說才讓這一批人如此的猖狂囂張 這是普通老百姓的錯誤,那麼第二個錯誤呢 第二批犯錯誤的人就是阿富汗的那些已經開化的 已經走向文明的那少數的自由派的人士 那些人錯在哪裡呢?錯在他們太怯弱 他們不願意拿起槍來,自己來保衛自己 他不願意拿起槍來,來對抗野蠻 這個野蠻他們是以暴力作為後盾的 他們是手上有槍的,要對付這一批人 對付這一批極度野蠻的人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消滅他們 而阿富汗的這些自由派人士 在過去這20年的時間他們做了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做,他們沒有去當兵 他們沒有組織自己的民兵 甚至沒有組織自己的政黨,什麼都沒有做 就是在美國人的這個保護之下 他們享受和平,他們享受美國人帶來的 給他們的自由 只知道享受自由而不願意為自由付出 不願意為自由奮鬥 這就是阿富汗那些少數的那些開明派 那些自由派人士是他們的錯誤 那麼當美國和西方國家不願意再繼續保護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苦日子就開始了 他們就要開始為自己的錯誤付出沉重的代價了 大家都可能已經看見那個畫面了 就是阿富汗的這個機場 美軍的運輸機起飛的時候 有很多人他們知道塔利班不好,他們想逃離塔利班 但是美軍不可能把那麼多的人,把那麼幾十萬的人全部帶走 所以說有很多人陷於絕望之中 就把那個飛機的這個輪子抱住 飛機起飛之後就有人從天空上面掉下來 這還只是慘劇的開始 那麼今後塔利班可能還會挨家挨戶的 收捕這些人,然後把他們處死,把他們監禁 這些人他們的遭遇肯定是很令人同情 塔利班的暴行肯定是很令人氣憤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不願意為自己自由付出代價的人 最後他不得不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 那麼今天我的重點是想說一說美國和西方的錯誤 在我看來有兩大錯誤,都是策略性的錯誤 第一個是對付塔利班的策略不正確 他們當初出兵阿富汗去打垮塔利班政權 把他們從城市趕到鄉下,這個是正確的 因為美國必須得打擊他們,因為塔利班 支持了本納登的基地組織 支持了他們對美國和對西方世界 對全世界發動的恐怖襲擊 對於這種勢力那就一定要進行打擊 一定要離庭掃學,一定要把他們消滅 但是很可惜的是最後沒有把他們消滅 反而現在塔利班又捲土重來了 這個裡面肯定是有策略性的錯誤 什麼錯誤呢?塔利班他們是一個以以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為意識形態 是形成的這麼一個組織,自己有武裝的組織 他們內部的凝聚力是非常強的,他們是不怕外界的打擊的 因為這些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就跟野蠻人差不多 他們除了手上有現代化的這個武器,有AK-47之外 他們的頭腦,他們的服飾,他們的生活方式全部都是跟中世紀一樣的 所以只要有很少的這種物質基礎,他們就可以繼續戰鬥 當他們這一批人團結一心的時候,內部凝聚力很強的時候 那麼美國用這種手段,用現在現代化的文明的手段 是不能夠把他們消滅的,消滅這一批人 這樣的人過去有一種力量可以把他們消滅 那就是沉寂思寒的那種比他們更加野蠻的力量 可以把他們消滅,那當然了,消滅他們 那就意味著消滅阿富汗的普通的老百姓 這個美國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不可能因為這一批人就去屠村,就去屠城 所以美國不可能用這種方式 那麼應當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應當用攻心的方式,應當從內部瓦解他們的這種向心力 讓他們自己內鬥起來,讓他們自己內部開始互相猜疑 這樣子他的軍心就散了,這樣子他就可以把他們擊垮了 我給大家講一個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真實的人物 他的剿匪的策略 就在唐朝末年的時候,四川那個地方就開始亂起來了 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天下未亂屬先亂 那個地方先亂起來了,遍地都是盜賊 有很多不同的盜賊集團,老百姓這個日子沒有辦法過 那個時候朝廷對那個地方控制力已經很弱了 但是呢,名義上的這個政權還是有 所以說有一個人就被朝廷派到那個地方 去當地方官員,主政的官員,那個人叫做崔安譴 他上任之後,了解了當地的情況之後 就制定了一套攻心戰的戰術 他就在這個城市裡面,人流最旺的地方 就貼了一些告示,然後在告示下面 就堆了很多的錢,然後派兵丁在那防守著 告示上面就說,凡是舉報一個盜賊的普通的老百姓 你可以得到一千罐錢,如果是盜賊舉報盜賊 舉報你的同伙,你不僅僅是自己的罪被洗清了 而且你還可以得到兩千罐錢 這個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 這種消息它的傳播能力是很強的 它是一個行為藝術,是一個公共事件 一下子就傳開了 當時有些人就懷疑說你這個方法奏效嘛 崔安潛就說只要有一個人開了頭 後面就殺不住車了 後面就有一大批的人紛紛過來來舉報 來互相舉報,果然如此 沒過幾天就有人經不起這個金錢的誘惑 就到官府去舉報一個盜賊了 那麼官府很快的就把這個盜賊給抓起來 而且把盜賊的全家也都給控制起來了 免得他們去打擊報復這個舉報者 也就是說舉報者得到了人身保護 而且最安全在公共場合給這個舉報者 給他發錢 在公共場合對這個盜賊被舉報的盜賊 進行處罰、處死 這個消息又一下子迅速地傳開了 爆炸性的新聞傳的是最快的 那麼後面就有更多的人笑法 所以說一時間官府裡面到處都是舉報的人 諾意不決 而且盜賊內部的他們互相的舉報也開始了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 雖然以前幹過很多壞事 但是只要我現在一舉報以前的壞事 一筆勾銷 而且我還能得到獎賞 還有很多的金錢的獎賞 赫勒爾不韋有幾個人能夠經得起這個誘惑呢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盜賊內部那就互相猜疑 大家晚上睡覺都不敢閉著眼睛 都要提防著身邊的人 怕他去舉報我 這個狀態肯定是持續不了太長時間的 沒過多久這些盜賊他們內部的團結就被瓦解了 他們的心理防線就擊垮了 所以說紛紛逃亡,一下子就逃出了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一下子治安就好了 大家看看崔安潛的他當時在西川的 在四川的那個處境 是不是跟美國在阿富汗的這個處境有相似之處 他也是心來乍鬥,人生地不俗 沒有什麼太大的根基 而對手這個勢力很龐大 到處都是還潛藏在民間 跟普通的老百姓混雜在一起 你不好分辨他們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說美國他實際上如果是採取 崔安潛的這個辦法 那麼塔利班他們內部的人心 可能就不會這麼團結 可能早就被瓦解了 塔利班當然他們是一個由原教旨主義 武裝起來的這麼一個團體 但是大家要知道任何團體裡面 絕大部分的人他並不是說這個意識形態的色彩是那麼強烈的 那些這個團體裡面的當官的 那些組織者可能很強烈 但是底下的當兵的很多就是為了吃糧 有一些人他即使是有這種意識形態的基礎 但是也不是那麼這個意識形態的基礎 也不是那麼牢固 一旦受到了利益的誘惑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有可能動搖 共產黨他們過去被這個共產主義洗腦 有些人還跑到蘇聯去接受培訓 他們這個也算是這個意識形態的基礎比較牢固的 但是他們在跟國民黨鬥爭的時候也是有很多人叛變了 蔣介石還沒有使出像這個崔安犬這種策略 共產黨內部就已經有很多人叛變了 連他們的總書記抓到了之後馬上就投降了 所以美國也是可以實行這種攻心戰的策略 實行這種分化瓦解的策略 如果是美國也採取這個崔安犬的這一套辦法 那可能塔利班勢力不會這麼強大 那可能在阿富汗內部很快就有很多人 就會對於塔利班來進行舉報 他們就會失去安全感 任何一個村子他們只要有一個人來舉報塔利班 那塔利班就完蛋了 所以說他們就很難在阿富汗再繼續立足 很難在阿富汗發展壯大 但是美國人他們從來就有一種自信 就是說他們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的軍隊 因為確實是美國的這個軍力 那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加在一起 可能都不是他們的對手 但是他碰見塔利班這種人了 塔利班這種部隊了 這種郵寄隊這種跟老百姓混雜在一起的 他們就沒辦法打了,找不到敵人打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首要的策略 應當是把敵人找出來 而不是去打擊敵人 只要把敵人找出來了,打擊他們 那簡直是跟踩死個螞蟻那麼容易 但是很可惜,美國他大國不上權謀 不願意搞這一套,或者說沒有想到搞這一套 所以說讓塔利班佔了一個便宜 讓塔利班絕處逢生 這是美國對塔利班的策略上 所犯下的一個重大的錯誤 那麼美國還有一個更重大的錯誤 就是對待阿富汗的自由派、民主派 這個是犯下的一個巨大的錯誤 美國他在重建阿富汗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給自由派、民主派足夠的支持 美國出兵阿富汗,他有兩個任務 一個是打擊塔利班 第二個是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民主政權 他要在中亞那個專制獨裁的海洋之中 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孤島 建立一塊民主的非地 這個任務本身就很難完成 但是並不是說不能夠完成,還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需要正確的方法 那麼怎麼樣建設民主呢? 美國人當然是首先把民主所需要的那一套制度架構 都帶到阿富汗了 建立了三權分立的這個制度 也建立了選舉制度 這個當然都是必要的 但是它不是充分的條件 民主要想正常的運作 在阿富汗還缺很多東西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要件 在阿富汗還缺乏就是政黨、政治 實際上這些機構的運作 這些民主框架的制度的運作 它是要由人來運作的 而且這個人它不是單個的一個一個的人去運作它 它是要有組織的人 要有組織起來的人 什麼是組織起來的人呢? 那就是政黨啊 就是因為一個政治目標 因為政治的觀念 大家一致所以形成了這樣的組織 這就是政黨 沒有政黨 民主制度是沒有辦法在一個國家 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來運行的 在一個小村子裡面可以 在一個小鎮裡面可以 但是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必須要有政黨組織 要有互相競爭的 同時又要有觀念相一致的 又可以互相協作的這樣的政黨才能夠運作 而美國人到了阿富汗之後 他們建立了這一套制度之後 他們並不是運用的這個政黨,並不是運用的扶持那些 有相同的觀念的,贊成民主的那些人士所組成的政黨 他們呢,他也以賴於阿富汗當時現有的勢力 就是當時北方聯盟的那些北方部族的那些軍閥 那些酋長,他是依賴於他們 依賴於那些勢力,他們想在阿富汗建立民主 這個不就是圓木求魚嗎? 那些人他們跟塔利班,雖然沒有塔利班這麼野蠻 但是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民主觀念 而且那些人一旦有了權力之後 他們就大肆地貪腐 他們自己手上也有軍隊 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面也不接受任何人的監督 美國人又怕得罪他們 因為他們是美國人以重的力量對付塔利班的力量 美國人怎麼敢得罪他們呢? 所以造成了這個統治集團在阿富汗大肆的貪腐 引起了老百姓更大的憤怒 老百姓對他們憤怒 那麼就有很多人就去投靠塔利班了 就去支持塔利班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能夠成功嗎? 阿富汗的民主能夠成功嗎? 那如果是美國當初制定了一個正確的策略 搞法不一樣的話,最後的結果可能大不一樣 因為阿富汗那個國家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曾經開放過一陣子的 當時還是君主制的國家 但是那些君主算是比較開明的 引進了一些西方的觀念 也引進了一些民主的制度的一些成分 雖然不是自由憲政民主,但是至少是啟蒙已經開始了 所以說阿富汗在美軍進入阿富汗的時候 還是有一批城市裡面的中產階級 還是有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他們是接受這個民主自由的觀念的 而這批人美國沒有把他們組織起來 沒有去扶植他們,在政治上扶植他們發展壯大 沒有幫助這些人去組建政黨 沒有幫助這些人去擴大自己的理念 沒有幫助這些人去改造更多的阿富汗人 去吸收更多的阿富汗人加入他們的組織 沒有把他們培養成為第一大的第二大的政黨 沒有在他們中間培養執政黨,沒有培養反對黨 當然更沒有培養他們掌控軍隊的能力 通過國家機構來指揮軍隊的能力 所以這批自由派的人士就在民間無所作為 無所事事,最後浪費了這麼寶貴的資源 浪費了這麼寶貴的火種 這個不僅僅是自由派人士本身自己 他們犯下了錯誤,這也是美國的一個錯誤 美國進入阿富汗之後 美國和西方所有的國家進入阿富汗之後 作為一個主導性的力量 他們是完全有能力做到扶持這些自由派人士的 是扶持這個民主陣營的,他們沒有去做 他們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看起來好像是很有效的一條路 就是利用現有的阿富汗的力量 但是那些力量都是反民主的,都是破壞民主的 他們雖然跟塔利班有矛盾,但是最後還是他們 因為他們自己的貪污腐敗 因為他們自己的專制傾向,他們沒有教育老百姓 他們把老百姓都趕到了塔利班的陣營 所以這個是美國巨大的一個錯誤 那麼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在阿富汗的民主重建 算是徹底的失敗了,雖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但是這個任務是徹底的失敗了 在阿富汗失敗了,還不要緊 這個阿富汗對美國對西方民主國家來說 對於全球的這個局勢來說影響不大 但是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他們的目標 是要在全球推廣民主制度 如果是他們不從阿富汗裡面這個事件裡面 吸取教訓的話,將來再重蹈阿富汗的 這種錯誤的負責的話,那個代價就大了 尤其是在中國,他們如果重蹈這個負責的話 代價就非常大了 而現在看起來美國對中國的這個策略 現在還是完全的沒有上到的 對於中國的,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民主派的支持 那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美國在全世界支持民主運動 也就是中共所說的支持顏色革命,他們的投入幾乎是少得可憐 美國有一個民主基金會,這是他們國家的 建立的唯一的在全世界推廣民主的這麼一個機構 但是這個民主基金會呢,實際上他們在全世界 並沒有說真正的正面的去推進那些支持民主的力量 而只是在打一些擦邊球,支持什麼NGO、公民社會 支持人權團體,他們沒有支持真正的 為民主而奮鬥的那些政治團體 他們不願意搞政治,只願意講人權 只願意搞公民社會 這哪裡是推進民主的正確的方法呢? 現在中國有很多的民主派 中國國內有很多的民主派,他們願意組織起來 他們願意接受培訓,他們願意知道 這個民主政治是怎麼樣操作的 民主和專制對決的時候,和專制進行鬥爭的時候 應當怎麼樣去做,而美國也有一些智庫 美國也有一些學者,他們研究了世界各國的 民主轉型運動的這些策略 他們也可以有這種培訓的能力 但是美國的機構,美國的政府的機構 並沒有對這些方面的工作給予太大的關注 美國在阿富汗犯了這樣的錯誤 不支持真正的民主派的錯誤 實際上在以前也有過先例 以前在蘇聯垮台之後,美國也犯過這種錯誤 當時俄羅斯已經啟動了民主轉型的這個過程 而且已經建立了一套民主架構,這個時候美國 他們並沒有去在俄羅斯幫助去培訓 去組建真正的民主派的政黨 美國他們還是就像在阿富汗所做的一樣 就想借用從共產黨裡面分裂出來的那批人 由他們來統治俄羅斯,這是他們犯的一個巨大的錯誤 俄羅斯當時有很多進步的自由派的民主的知識分子 美國沒有理他們 美國就跟葉利欽、跟普京這些人 跟共產黨的前官員打交道 而忽視了真正的民主派 而後來俄羅斯專制復辟這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那麼專制復辟之後美國又受到了重擊 美國又多了一個敵人,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全世界的這個安全都受到了俄羅斯的這種影響 這個是美國自食旗鼓 那麼以前犯下的錯誤,美國是絕對不應當再犯了 尤其是在中國民主轉型的這個問題上面 不能夠再犯了,到現在為止美國對中國的 怎麼樣推進民主,他們可能現在還沒有想 現在真是急切的需要有人去幫他們想一想 然後有人要幫他們,要去對他們說一說 立身的呵止他們,美國不能夠再糊塗下去了 你們搞錯了! 現在美國在全世界跟中共對抗 那確實是花了很大的力氣,也投入了很多的資源 但是他們沒有做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培養 扶植中國國內的民主派 中國國內的民主派實際上人數是不少的 這個種子是很多的,但是美國沒有想辦法 把這些種子想辦法讓他們去生根發芽 美國沒有在這方面去對他們進行更多的支持 還是停留在所謂的大國博弈的這個階段 就是想正面的來跟中共來對抗 在經濟上,在軍事上來進行對抗 科技上進行對抗 當然我不是說這種對抗不好 這種對抗是必須的,但是不是足夠的 沒有中國民主派的這個強大,沒有民主派的發展 沒有中國民主力量的組織化 中國就不會民主,中國永遠會專制下去 當然現在在中共的統治還在持續的時候 要想對中國的民主派,自由派進行大規模的組織化 這個是可能這個任務是太艱巨了,是很難完成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組織化不能夠展開 我在好多年之前,在2012年的時候就開始 11年底的時候就開始在推動一種 這個小型組織化的一種策略 叫做公民同誠圈的這個策略 就是在同一個地區 我們可以把當地的這些志同道合的人 用社交圈的形式把他們組織起來 讓他們經常的聚會,經常的大家一起探討問題 甚至是那些核心成員之間 特別堅定的人之間,少數人之間 他們可以來探討一些政治操作的 顏色革命操作的策略的問題 同時大家組織起來了 美國和其他的西方世界的這些國家 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 來對這些人來進行培訓 讓他們從普通的維權者 讓他們從一個理念的傳播者 變成真正的合格的政治操作者 當將來一旦民主轉型的契機成熟的時候 將來中共的統治一旦出現了危機的時候 將來老百姓一旦群起開始反抗的時候 那麼這一批人,這一批民主的種子 就可以在那一場運動當中生根發芽 成長壯大,最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 幾個全國性的民主派的這種政黨 最後形成民主派的聯盟 那個時候就可以跟中共,跟中國所有的 這些專制勢力來進行一場政治上的對決 這個是完全可行的 所以說美國現在真正的他們應當做的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應當想辦法 要花時間、花精力、花錢去培訓中國 到處都在的那些民主人士 那些民主派的那些小團隊 這才是美國應當做的 那麼說了這麼多,最後總結一下 我們現在中國民主派在海外的這一部分 流亡群體,我們現在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想方設法地遊說美國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國家 讓他們意識到現在所犯的錯誤 讓他們改變策略 這樣才能夠促進最大化的促進 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